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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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歡迎大家來到今集星期五的《香港人家書》 李宗盛 這種的遭遇 聽起來 真是新同感受 流出藍兒之類的 真是辛苦 真可憐 24小時 開著燈 不熄 然後每天6至9個小時 不斷盤問 總之目的就是要他認罪 這位Michael Kovrig 都很硬 一直都不認罪 因為他不可能承認自己還沒犯過罪 而中共就想利用他認罪 這些還不是間諜 抵觸啊抵觸啊 你們抓我孟晚舟 2018年12月以後抓孟晚舟 我12月10號 9天之後 我就抓到兩個間諜 一個叫康明岸 另一個叫施帕弗 一個叫Michael Sparvet 那個就是和金仔 金正恩就Finder 經常都帶團去北韓 在邊境那裏都是搞一下咖啡店 這些生意 就是富貴險中求 其實都不是富貴 但是他喜歡玩這些東西 抓了兩個大陸 到現在呢 中共都沒辦法 告訴全世界知道 這兩個是徵派 加拿大007 找不到證據 他們沒有認罪 結果找了一千多天之後 孟晚舟在拜登介入之後 跟美國司法部簽了一個認罪協議 然後就放了 這兩個Michael 這頭飛回去深圳 孟晚舟 那頭就在北京 就飛回到加拿大 大家兩個飛機在太平洋上空 然後交叉而割 因為中共是找這兩個Michael做人質 這些叫做人質外交 全世界都看到中國這些無賴流氓 這些叫做白匪行為 所以我一直都在呼籲八國聯軍2.0 復辟 然後進去瓜分中國從新殖民 是很正確的 很順理成章 順乎天意的這個做法 你怎麼可以容許一個地球的癌細胞 在一個地球裏面不停的腫瘤去擴張 是不可能的事來的嘛 那個黎智英 都很慘啊 大家都知道黎智英 沒得怎麼出去放風啊 一直照他單獨的囚禁啊 或者有些辱境啊 跟出跟入啊 糖尿病那些藥都不給他啊 祈禱又不給啊 領性體又不給啊 但是黎智英都可以出來散步 輸展一下筋骨打八段 都被法國的記者偷拍到 見到他都精神爽利啊 喂啊 康明海 完全是單獨囚禁啊 單獨囚禁之餘啊 還要逼他吃老乾媽啊 吃他逼他吃酸辣粉 是不是 地溝油 地溝油 你更不要說什麼 風月糖漿啊 什麼都不能吃啊 你一口米飯 就是乾真真 硬在地上一些石子 逼他吃老乾媽啊 喂 這些都不夠慘啊 沒得見人 沒得出去接觸任何的人 單獨囚禁 還要在房間裡長期關不了燈 是吧 你真是怎樣睡覺呢 你根本就是精神弱待他 最慘的就是他出生的這個小朋友啊 他都沒有機會見到他出生 就是你人是出生一次的 就不會塞進媽媽的子宮裡面 推他再出來的嘛 大佬 都不能見到那個女兒 出生幫他剪池帶 然後就是抱著那個剛剛出生 學熊潤啊 好像那些熊貓仔 那麼可愛啊 抱著他們的石淡拍照 這個precious moment沒有了啊 那個女兒 從零歲 到兩歲多 牙學語 這個mumum dad dad 這個futfut Mikey Mouse 都懂得說啊 都沒見過他爸爸一面啊 他沒有做錯過事情的啊 沒錯 他就無緣無故 被中國用來做人質呢 真是莫須有的 真正莫須有 混了一千零十九天 最近呢 Michael Kovic 我們中文叫做康明凱 這個是很久的一個漢名來的了 那就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的獨家訪問 那一位女資深的記者呢 就訪問他講述他在北京 被2018年12月10號 那晚他和老婆 大肚子的老婆 去北京吃完飯 就準備回回家 他在北京家裡被那些官員 使用來國安啦 或者總之中共那些警察啦 就可能是特務的 街頭就是蒙面 抓了他 那麼 當時他老婆呢 就大了肚子 然後就 就是他老婆就 後來就放了他啦 就回到加拿大 就生了一個女兒 那麼康明凱呢 就一直都不知道老婆的情況 在這裡單獨囚禁 呃 躲在那些房間 24小時開著大光燈 然後呢 天天 都是要來審問他 都說問回家 總之就要他 最好的認罪 簽了認罪協議 那麼對他來說 他說絕對是他經歷過 最折磨人最痛苦的事情 目的就是要逼他認罪 逼他 那麼這個這樣的情況 就很反人道 他 康明說 喂 他是外交官來的 前外交官 他說聯合國啊 維爾納啊 你對付這些 囚犯啊 都有一個規矩的 中共 守規矩的就不是中共啦 中共不會守規矩 總之就是虐待他 令到他呢 又幾乎曬不到太陽 看來也不會曬太陽的了 然後就 在室內 他就 讀字典 就給他 給他字典 他就讀字典 學中文 咦 有機會可以用Sperlingbee 有機會參賽Sperlingbee兩年多 可能會認識很多生字 搞錯你 贏一些印度人了 立即可以 Sperlingbee 你真的想像力真的豐富 即是找你去 找你去讀一下 讓你出來就贏了印度人 保證你為加拿大爭光 因為有加拿大的印度人會贏的 你不是Sperlingbee Sperlingcocodyne 有些家養的印度人贏 這些不要跟他爭 很難搞 這個這樣的經歷 就是看到中共那種 就是 損害人權 利用外國人 加拿大人 為了政治需要 為了救回孟晚舟 捉一件也不算捉兩件 這樣就揭穿了中共 就是西方所說的 這些對待這些外國人 有頭有面 而且康明海 都是搞外交的 在加拿大外交部的前人員 當時他是拿著一個假期 去維也納的一個NGO那裡做事 去到中共做資料搜集 完全是合法身份來的 那個維也納的NGO也不是什麼顛覆 什麼組織啊什麼境外的特務機構 完全不是有名有姓 現在康明海也不是第一次幫那個機構做事 就是叫做沒有生水 就是沒有生水 但是就幫那個NGO做了一段時間 就被中共看上了 就是孟晚舟被捕之後10天 就是9天之後就報他 他跟那個斯帕弗好像同一天 不同地方被捕的 其實呢 看到中共那種當世界秩序 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如無物 現在呢老總 他不是對歐盟的成員國 你們持歐盟護照進來 免簽證 對你澳洲都是如此的嘛 但是我很想那些覺得 在中國裡面找到錢 找到食 就是分一杯筋的一些的朋友呢 或者有很多一些 就是在加拿大畢業 覺得加拿大真的都很頭痕 然後回去中國裡面 去找找東西做啊 回去啊 就是我又懂得說英文 我應該賺很多錢 這些朋友呢 我就希望你聽聽看 康明海 他這個訪問 我會放那張照片 那個YouTube連結出來 OK 那你就知道是 他找什麼的關鍵字 你去YouTube 你看到他這個足本訪問 OK 你就要去想一下 不要以為 中共 讓你進去賺錢 是不是 你很開心啊 賺很多錢啊 哇 通街都是錢 到處都是女人 啊 生到 西瓜跑的樣子 像在東瓜的高度 都有一些東北美女 說是宋寶 是不是 哇 那個熱情如火 哇 見到我見到蜜糖那樣的生氣 你覺得很過癮啊 你想一下 康明海 被人囚禁了一千多天 不要說他老婆啊 生孩子 你看不到啊 隨時你老爸有什麼事 你媽媽有什麼事 你都還在巡城監獄裏面 回不到他送中 或者見你老婆 不要最後一面 還要逼你吃老乾媽 小姐和你吃酸辣粉 搞到你自己不對胃口 就不讓你出去散步 讓你便秘 便秘千多天 你想一下情況會如何 你自己想 然後捕你吃辣椒醬 生了臉都暗瘡 你猜到你們前面會如何 沒得聽歌 沒得玩youtube 沒得有email 沒得跟外界接觸 你找的律師 全部都不會說英文的 OK 對天不應對地不民 還要煩到國家 待會又要犧牲些什麼 拿東西等價錢交換你回來 那是不是不要為國家添煩添亂 這些錢 全世界都可以賺 不用一定要去中國賺 沒錯啊 如果你真的走去大陸去做生意也好 去讀書也好 或者旅遊 現在都看見日本人那個十歲小孩在深圳的 是啊 這麼非常喜歡 去旅遊你都要小心啊 因為現在是大陸 遍地是仇愛分子 遍地全國都是在捉特務 在抓間諜 你是外國人 哇 你這個白皮膚啊 鬼樓啊鬼樓啊 你說英國 你就是流外 流外就玩我知心不死 要打死你 你現在說這個普通話 哎呀你這個流外就不說普通話 你勤勁了這個爭 我又要搞救你 那你真的會說普通話又死 說英文又死 做什麼都死 去來打鬼嗎 我們 華人有一個說話 叫做 君子不立危場 不立危場 是不是老總 就是君子不立危場嘛 大哥 危邦不入 是啊 危邦不入 是啊 中共這些地獄鬼角呢 去到現在 危西不察 危康 危邦不入 無謂 無謂以身事險 是啊 吃不值得 因為 你看他們在大陸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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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但是住境當然不好過啦 那麼 如果他鬼頭而已 就給老哥媽的吃光燈殘著他 你那些黃口黃臉那些回去呀 說你是幫外國勢力做事呀 分分鐘打完小染打胸口踢神郎呀 嚴刑逼供呀 你真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呀 他不用跟你客氣呀 你黃口黃臉他當你是中國人嘛 怎樣都好 你吃老乾媽什麼都好 都是叫做酷刑來的 對他因為 是要坐在一些類似老虎凳的地方 不動的 這樣子 就腳不能動的 就是要他 審問 審問是精神折磨 本身就是酷刑來的 精神折磨也是酷刑來的 這樣中共 對聯合國的反酷刑公約呢 有簽 但是 完全是當它 好像中英 humourhat 歷史文件 廢字一張 那道友多 有沒有在此事件上公開譴責中共 或者是幫 Pedigee kan 你猜杜鲁多現在會被選民踢下台之前做這樣的事嗎? 當然不會發聲,你期望都不要期望他 還有你也不想他接受康明海接受CBC訪問出來抽水 我真的不想讓他抽水 不過加拿大政府好像有一些補償給康明海和史帕克 怎麼補償呢?精神損失都補償不了 最重要的就是他可以說為國犧牲 最慘的是你在那個斗室裡這樣囚禁 不要說他戴乾燈殘著你 肯定在裡面有很多小朋友監察著你 你放屁又被人知道,你打哭奴又被人知道 你捱到這個腎狼,哇,那些米車捱到要打飛機 都不行啊,大哥 真的讓你看著,你真的很慘 其實整件事沒有了私隱的 坐牢你還說私隱,你想想私隱就不要犯罪 很簡單,就像警察說 你不想讓人懷疑你不去到現場 你去到現場,那你就有嫌疑了 沒錯 這件事就揭露了出來,就是國際震驚了 第一次,他真的是第一次 全面將中共虐待囚犯 特別是一個無緣無故的 後來,喂,到現在中共放他 說不清楚,什麼原因放他 無緣無故,他推了上飛機 完全不解釋他有沒有罪 他是什麼事,為什麼捉 總之說,喂,他是涉嫌 涉嫌犯了事,那就是間諜 但是後來,他犯間諜的證據沒有 因為他沒有營,所以他也拿不到證據 想隔壁,他也拿不到 因為中國目的就是要放 要交換回孟晚舟 孟晚舟現在回去,繼續賣三碟式的 無所謂手機 不過我有件事,我不明白 他已經放了兩年多 因為我沒有記錯,有兩年多 離開了北京 為什麼他選到現在這個 沒有文字爆發,在裡面受的 不人道的待遇呢? 我估計他第一,就是心理治療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真的可以重新 要將這件事說出來,沒有 心理創傷,精神創傷嗎? 沒錯,第二,我估計他 首先是家庭為重 他要補償天輪之內 尤其是他的小女兒 今年應該是五歲,六歲 現在是2019年出生 因為2018年是大肚子 2019年出生,現在是五歲 今年分學了 所以我估計他家庭的事情為重 第二,就是另一個Michael Michael Sparford就想告他 說是你,你供他出來 但後來就是庭外和解 根本就沒有這回事 康明海,你累死我被人捉 我去街坊,你撕濕我 後來兩邊律師談好 這回事就撤銷了 撤銷了那個 即是告康明海 即是兩個Michael的護告 主要是Michael Sparford告 沒有了 兩邊,兩個人都得到加拿大政府一筆 數以萬計,十萬計的加幣的賠償 好像去不到一百萬元,我忘了 都OK金的,其實都好像是幾可觀的賠償 但我又覺得,為什麼要加拿大的納稅人 要賠償給他 這個是要給中共,要隨便找個 中共的企業,然後罰他 拿錢來賠償給他們兩個 是最對的 你覺得習近平會跟你玩賠償 你怎麼搞的 我沒有收到華為在加拿大裡的投資 全部把他變賣,拿錢之後 賠給康明海 如果我做爛仔總理,我一定會這樣做 但現在你不是爛仔總理 你失覺 是要是年輕人總理 他不會做這些 賠仔總理是不是要立即封你華為 凍結你的資產 然後每人拿5%賠償給他們兩個 現在他被人這樣說 好像中共的小子一樣 給習近平在印尼 當免捉著你罵,你都不踢他一腳的 真是,真是收家 還要我們自己銀錢賠償給他 這些是精神損失,一定是要拿習近平賠的 或者你去中國的企業華為 特別是華為你累他的 要懲罰你華為 你錢賠償給他們 很正常 杜魯多不是特朗普 特朗普說,我現在再當選 我第一件事打給習近平 不要走錯,你不要走數 你500美元買,我們農產品 你不要走數 過了四年之後你都沒有人 埋單了,麻煩你 立即就立 朗普說 習近平聽過電話 一定會做 而這些才是辦大事人 是不是都說出來 不是 說得明 這些數口簽名 這些做生意 你還未賣帳 大哥 我現在要連結 小道肯定不是這些人 所以這件事就看到中共那種外交部 再去講幾多什麼人權 就誓話了 不浪費氣的就是 現在中間波仔哥叫他出來唱 浪費氣 我們說一下北京 現在點名三個台灣軍人的照片 將它公佈有名有姓 就誓他們是Hacker Hack進去大陸的國安網站 要以懲讀意見立案調查 真的 誰是誰 因為強姦犯 奸淫勞略 大婦 九十六 小女 男人 她也搞 然後她無告你何老祖 看鹹書 就是這件新聞 我想說的一個比喻 我眼瞞不見了 看不見了 高初的人 這就是我對這件事件的一個比喻 是嗎 對 你惡罐滿營 你搞網軍 然後干預別人的大選 你的TikTok 你hack人拿來的東西 侵入我們Lawtel 偷我們的技術 誰的黑客厲害 大哥 你還要搞 fake news 然後有X 又什麼又七 搞人家全世界 喂 你們的黑客 是世界知名 然後你屈何老總看鹹書 你這個奸淫老弱 汪洋大盜 強姦犯 真的幾個過分 這件事 我那本不算鹹書 我那本不算鹹書 我貴賴內的圖片集 其實那些是好相片 很有美 價值 不算鹹 一點都不鹹 我這次去日本 我幫你買一本 等你做手信 除非我供養你吃牛肉粉 吃過世 那我要找眼科醫生 養好一點的視力 沒錯 我還要送本舉例 來寫真集給你 不然會令你的心意 就負枝東流 其實大陸 吃台灣每天都過萬次 這個是不公義的 他在台灣 台灣的高官 每天都吃過萬次 所以台灣的 而且他吃了很多台灣類似Google Map的app 因為他知道了台灣裡面的地形 街道分布是怎樣 那是很厲害的 吃得很厲害 你現在反過這三個台灣軍人 說他們去吃你大陸 台灣國防部長說 喂 這是假的東西 你根本 借家以來想砌賴清德 因為最近賴清德 除了說 你來統一台灣 你現在領土完整 拿回俄羅斯 前蘇聯 侵佔你那些領土先算 接著最新 我們不會跟大陸簽 互兩岸和平協議 因為你簽完之後不遵守 你看中英聯合聲明 哈哈哈 我覺得 路總 在整體的情況裡面 英美 英國 英國 先不要說 英國 印度成 做些事情有點奇怪怪怪的 有待觀察 我們先不評論 美國佬 現在很明顯 剛剛 他也動議 要將中國和俄羅斯製造的硬件 軟件的汽車 完全不給入口 甚至在其他地方生產 都不准進入口 擺明就是斷了門 而這一個也是 好像有一個感覺 路總 是二次世界大戰 逼日本 偷襲珍珠港 那樣的情況 而這一個台灣 完全配合助攻 賴清德在挑釁 怕死你不打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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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 歸山 你覺得這個情況出現嗎 好像 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特別是1940年之後 ABCD的石油國家 向日本發動石油禁運 是 發動石油禁運 日本就是 為了要保住馬陸的海盒 因為這裏就是石油禁運的 必忌航島去日本 發動了珍珠港事變 那這個今天 美國呢 就用高科技 特別電動汽車這一下 不給你電動汽車 就是流動手機 等於流動手機 所以 逐個在街上 如果有幾百萬架 在美國走 那美國的官員 特別是商務部的官員 都說 到時你 用遙控 那些車 亂撞 或者全部都停了 或者突然爆炸 死火 好像阿瑪斯和珍珠黨的哥哥 call game 哈哈哈哈 我們就是捉個老鼠 落庫廊 是 所以又禁止這些電動汽車 無論硬件還是軟件 不用再進來 因為進來就是等於馬屠城 沒錯 是捉獲獅 但是也都賴清德 在整個事件裏面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得到 美國的強心針 無論你特朗普也好 或者你賀錦麗也好 雖然特朗普迫他要買軍備 不是我怎補你 但是其實說真的 無論特朗普政府也好 或者是這個 何錦麗將來 誰入主辦公 其實都知道 台灣是不可以失的 亦都是在這個情況裏面 知道這個底牌 而台灣是有慈無恐 不像以前上屆的蔡英文 有很多事情都比較溫柔 而我覺得賴清德在這件事件裏面 是比較強硬些 所以現在你說 我又黑客 我又分分鐘 是啊 你搞我 打我一批 我覺得他可能會有更強硬的回應 也不一定 賴清德在他做總統的時勢 剛剛好是美國部署那些 地區小集團 維共小集團 部署已經成熟支持 無論是美、日、韓 或者是英、美、澳、奧克斯 以至到美國、日本、菲律賓 再加上遲些的越南 都已經形成了 都不要遺漏了 Q、U、A、D 先過幾天 才在拜登總統邀請之下 跟拜登最下一次summit 那個叫做四方安全對話 即是已經擺明 跟中共 我已經扎行馬 我已經叫了兄弟 一航空母艦也去了 德國的戰艦也經過台海 加拿大的航母艦也有驅逐艦 如果我沒有記錯 也都去了 大家的兄弟都叫齊了 開Party 你一旦動 不動就歸山 所以賴清德是做這種 出來適當時間 給大陸顏色 你不要說那麼多 其實他想踢破大陸那些搞話 一些叫做fake news 那些叫做 中共那種宣傳偽裝 那種民族主義的論述 總之一踢爆 總之這個賴清德就不是姓賴的 叫做國王的新衣 他是根本就是個小朋友來的 是啊 國王的新衣 那個指證你習近平 穿著武衣穿的困境 我是樂於見到台灣 你最緊要清晰 說真的 你民進黨政府 你做事 你就不要做些不做些 經常說要抗共 你們就不抗共 那你要起碼給到台灣的國民知道 喂 不是玩的 他們來到 我們真的要有俄羅斯人 和這個以色列人的對抗 就是打到的趁家那種意志 不是壁東 不是一個人的咖啡 我們不可以文青 你起碼要講到中共的威脅 和問題在哪裡 然後人家也看到你有真正的抗共的意志 我才幫拖的 我航行馬 人家一來到 你們那些什麼馬鷹狗 那些什麼韓國魚 立刻打開門 那些人進來 這樣 那人家怎麼幫你啊 大哥 對不對 沒錯 沒錯 所以立正德現在就是向兩個老師學習 一個就是烏克蘭 另一個老師就是 以色列的奈彭亞湖 是內塔利亞湖 是啊 沒有啊 講多無謂食都會吃 動 動動動動 再講下去 以色列 國都可以忙 炸彈斯基 現在一定跟他打到他的領土 是啊 現在炸彈斯基的戰況不是那麼差 因為有了F-16之後 他不停炸俄羅斯的軍科庫 搞得俄羅斯騰騰陣 現在很頭痕 是啊 連炸炸幾個 所以在這方面斷了後援 斷了據聞金仔比的炮彈 一鍋端一鍋熟 一鍋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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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磨人機炸彈放下去 一喝就全部好像爆雷 連鎖反應 好像我們小時候放的炮掌 連環炮 拆地炮 對 由台灣被中共在這裏砌軍人 台灣這個叫做 支通建軍 即是其實那些網軍 原來是1964年已經開始有了 那你不停都要對別人敵對狀態 別人整對這些 這樣的資訊的兵種 有些什麼問題呢 是不是 有網軍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有 有啦 是不是 你搞人搞得少嗎 沒錯 好 那我們轉回香港 香港中大之後 我的武校 前校長高坤患了失智症 現在可能的新校長 人選 大熱 就叫做 盧玉明 我看他不是大很多 可能是大一兩年 是啊 都是五十幾歲 看來都是 他極有可能是新的中大校長 最近有網上的香港的媒體報導 特別是一個獨家報導 來自Yahoo新聞的一位姓閃的記者 獨家報導 說這個準身校長如果是成事的話 盧玉明她的太太也患了失智症 剛剛就是跟那個高坤互調 我跟那個高坤互調 高坤患失智症 她老婆照顧 現在我老婆就是 幾年前患失智症 我照顧了七年 這個盧教授 這也是一個人情味故事 也看到 這些學富五居的人 看來好像他們做學問 以至到學術方面發展 現在可能貴為校長 但是他們也有自己生命的軌跡 有這類那類的不足 我們看來不是 幸福不是必然的 我當然要保持一個理性的角度去看 當然段王爺就沒得做 段王爺是沒得做的 當然他自己處理學校裏面的不同的派系 或者是一些利益集團 處理得不好 就算你有大陸的Brashing都好 到最後都是要找一個得到各方面認同的人 現在這些故事放風出來 我對這位盧先生盧教授 我就不認識 但是據一些資料搜集 香港如果真的有人 要贏這個諾貝爾 他最有機會 就是香港第一人贏這個Nobel Prize 而他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知道 寶寶的血液 原來經過母體裡面 我不需要做什麼的事情 即是開刀 我都可以知道 寶寶的DNA的生理狀況 有沒有同時綜合症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抽媽媽的這個血 就可以知道寶寶裡面的DNA 和性別 各方面可以鑑定到 這個就是他 這些研究裡面的一些研究 據稱他在港大裡面 有執教過 也做過Research 現在他有很大的可能性 就會做中大的校長 我要繼續 他現在是中大醫學院副院長 副院長 但是關鍵呢 就是當一個人 你說到他品格多好 又或者他有多少感人故事 學術成就有多厲害 我不排除 所有的事情 都是中共 要做一些Propaganda 大家要endorse他的 但是我到最後 你找一個人 就算他多厲害 家裡的老婆 有失智症也好 老人痴癌也好 到最後 我相信這位盧先生 盧教授 要看他和中共的關係 為什麼他得到中共的一個Blessing 而到最後的 我很希望要見到的 就是他作為中國的一校之長 究竟他是幫中共做政治上的 這個橡皮圖章 掌握中大的資源的這個Keeper 還是他真真正正 為學生的這個福祉 學術的自由 和將中大這個傳統 百花齊放 反共基地 這個地方 怎樣可以 含之有效 這個中大以前 品成下來的DNA 可以延續呢 或者是不要幫忙打壓 或者是利用科技技術 抽回DNA出來 冠具這些愛國基因下去呢 這個反而是我最關注的事情 老總 是啊 尤其是他現在是香港頂尖分子生物學家 極有可能可以問頂諾貝爾學長的一個香港人 除了高坤之外呢 還有一個數學家 國際知名 一個數學家 一個客家人來的 但是現在說諾貝爾來的 做高坤之後呢 做高坤之後呢 香港就沒有第二國 光纖之父 是的 光纖之父 現在就做生物 分子生物 學家的 剛才你說 就是用媽媽的血 都可以驗到 嬰兒將來的 就是DNA裡面的 一些重要的 一些元素 對於自病 對於將來的公共衛生 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 如果得到國際成名 為什麼呢 他是受癌症看法的 據他了解 就是既然我們的身體裡面 都可以找到一些癌細胞的基因 伴教說呢 嬰兒的基因都好像癌細胞一樣 醫著主體 而吸收這個養分 那他的血液裡面 有嬰兒的基因 的血液 的細胞 是很順理成章的 根據這個知識 然後他就是 他一反一三 有了這個 研究出來的 是啊 如果他真是 正式口出 成為中大學長 就要看他的表現 看他的表現 能夠捍衛香港的 學術殿堂 或是 為政權服務 這個就是以官後效 是啊 你看到現在的什麼牆 千人計劃 那個張祥 劉祥 不是張祥 張祥 張祥 劉祥 你非法 就非短劉祥 哈哈哈 你真是 你的音 真是自動波 真是洗得很快 哈哈哈 所以 我們真是拭目以待 中大的學生 最主要看他 如何維護中大的利益 給他學術自由 這個就是中大人的福祉 我自己覺得 你說完我的心聲了 我這個 舊中大人都 被你透露了我的心聲 我都希望 能夠做個頂尖立地的校長 對得住 對得住香港 對得住中大 是呀 這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這個位置 握握了資源 是影響很深遠的 不是影響一代 是影響N代 好 那我們轉回去BC 省選就10月19日開始 今天是9月21日開始 開波就是一起 大家起步 今次都好像有改朝換代的跡象 除了改朝換代之外 首先利益申報 沒有啦 因為我在那個省選的時期 我就應該去了東京 那我一定會 預先投票的 那我已經叫了 阿游頭哥 就是他幫忙 教我怎樣去 預先這個投票 那如果我預先投票 我應該在10月10日 雙十節 那個時期 就做這個 預先的投票 那很多的朋友 如果你是加拿大 溫哥華的居民 你應該收到 選舉局 就是他已經有一張信 就確認了你這個地點 那你就再去 可以上網 要確認你是屬於這個選區 因為可能你有搬過 或者什麼的情況 但是另一個的 finding 我會見到的 除了我有改朝換代之外 我會發覺 在我現在開始 陸續住的地方 例如蘭菇河 New Westminster Coculum 這些地方 我開車經過的時候 我看到有很多華人面孔 會出來參選 無論你conservative BC conservative 也就是NDP 都有一些簡體字的人 出來 這個很令我不安 OK 陸總 我想你都知道我為什麼不安 我交給你說 有些口罕喝水 你為什麼不安呢 這個省選 改朝換代 就似乎都是一個趨勢 就有一些簡體人 簡體字人去參選 第一就是這些人 他們那個 對加拿大 對BC的承擔 和他們的政綱 是不是這麼清晰 第二 他們是一個獨立選民 又說是依附一個政黨 而依附一個政黨的話 他們對於這個政黨 那個向心力 或者是那個政黨的理念 有多少認同 還有他們究竟是忽然興起參選 你說一路在社區耕耘很久 然後終於成熟出來參選 如果忽然參選 三五七標出來的 那就難免被人懷疑 會不會是中共的海外帝影中隊 現在開始霸佔到不同的地方 先做個市議員 接著做個省議員 接著升上去聯邦的國會議員 這個中共海外滲透 太過厲害 太過範圍 之心、之講、之可報 已經是有口皆悲 悲是悲良的悲 所以不能夠不懷疑 這些來自大陸的候選人 他們除非能夠講清楚 他們對共產黨的態度 否則很難令人不懷疑 你是把共產黨的價值 帶入來BC 這個懷疑是揮之不去 除非你說明 你對共產黨的態度 你是保持距離和他 否則 入壞理數 你是共產黨的代理人 是的 現在我也有個疑問 我剛剛經過在我家附近 沒有多遠 有人擺一張牌出來 BC Conservative 姓張 跟著有個簡體字 我都不懂得讀他那個字 那我就很擔心 如果這個人是代表我的振動 而我要迫於無奈 你都知道的 很多朋友 比如阿尤圖哥的家 剛剛他告訴我 有個NDP的中國女生 上門做家訪 那他一問他 補充什麼Party NDP 啊 Eat Rice No Time No Tim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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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門 哈哈哈 即是你什麼族裔 你一說到你的黨名 NDP 我要吃飯 Eat Ric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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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ime Eat Ric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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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中文來的 哎呀 唐哥 老爸 散門 OK 好了 那我死火了 即是如果你得NDP 接著又加一件簡體字 這個BCE Conservative 那你現在只有兩大對決 那怎麼辦呢 老總 我真的想請問我不知道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首先如果他是簡體人 又是進去了BCE保守黨 你只能夠看清楚這個人的來歷 這個人的過往的經歷 來歷經歷 跟著就是政績 以至到他們的 在社區上面 能夠有什麼 的 Affiliation 我的看法呢 老總 如果是你得了一個政區 你不想選這個NDP 同時之間 你又是有一個殘體字的人 去代表你想選這個政黨 我不會投票 原因很清晰 因為這個政黨 寧缺搏 沒錯 我寧願我不要有任何簡體字的人 進入這個政黨 因為我對共產黨的滲透 是要抱著這個密通匪女的態度 情願我虧底 我要再給NDP 再游論多我幾年 我都不會再選一個 有簡體字背景的人 去代表這個政黨服務我 因為你這個態度 我是不會相信的 我打死都不會相信的 因為明確的信息 就是不可以讓中共人 去滲入我們任何的地區 或者是省 或者是聯邦裡面 可以是代表了 以為他們是代表著加拿大陸 一個都不可以留 歧視就是歧視 你告我就算了 我是不會投票 這個信息要讓所有的政黨知道 你不要再濫收這些中國人 進你的政黨裡面 類人類物類街坊 如果我是簡體人 聽到你這番話 我就改了華凡體字 那你就讓我檢查了 那我就要檢查他的背景 他就是中國出生 是不是 但你選擇的話 我已經是不要的 但如果他在香港出生呢 在香港出生 我還是可以想想 是嗎 他有用華凡體字 但他又可能是奶共依共 那怎麼辦 如果是這樣也沒辦法 所有亞裔的不要選 我選印裔 我選Pakash Muhammad 和Ali 我都不會選他們 因為你中共的滲透是很恐怖 我把選票給一個黃口和麵的進來 你們的一個效忠宣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五星期 而不是我之鋒業期 我是不會再相信任何亞裔的人 因為到目前為止 除非剛剛提出要香港的經貿辦 你真的做些事出來 讓我感覺到你真的向加拿大表忠 否則我真的不會相信你們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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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麗精 雖然他是NDP 但沒有認同他所做的事 他是國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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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他參加 他做了省議員很久 是啊 你看看我們列治民那些的人 你也知道我說誰 走出來敲我門 我跟他說一句 你對中國的立場怎樣 你敢在我面前說 他反對共產黨 我不是他反對中國人 反對中國共產黨 你也不敢說 那你走開 他是香港來的 有很多人來自香港 都是 你說中了他們 十個有九個都是會這樣的 是啊 這個就是在加拿大 從政的華人的一個 政治上的死穴 被人點中了 被中共點中了 中共就擺了你 就知道你不敢公開反共 所以就食硬你 因為你們要拿那些 其他那些 黃口黃面中國人的票 所以你怎麼敢說 反對共產黨呢 而那些其他那些 黃口黃面 為什麼要 因為你要反對共產黨 不投票 因為他都沒有當過 他是加拿大人 他都沒有將過 加拿大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那這些人 怎麼會去 從政服務他們呢 他們是賣國賊 說真的嚴格來說 要將他入集中營 然後扔他走 他們就是想把那個省 導向中共的利益 我很發細思 但是我覺得我沒有錯 我要保護加拿大 就不能投票給這些人 也不能讓他們進了一個國會 去服務中共 或者服務中國人 他要服務加拿大人 unless他讓我知道 他真正要反共 和服務加拿大的決心 當然是他贏不了我一張的票 即是說如果他是簡直自然 除非他很清晰反共的立場 或者是不用 不用止意拿到你這張票 不用止意 收到 我們都是鼓勵大家投票 鼓勵大家參與 又做不好 又到省選出來之後 加拿大最低投票率的 就是華人 不要讓別人在市場 還有最緊要 就算我們點了也好 你給我們清晰知道 任何中國出生的移民的人 如果他參選的話 他低投票率 這個就是他不會再推中國人出來參選的了 如果他們有新做局 他們就會拉大隊 他們就會把他的勢做出來 如果他們一定要進到省議會 一定要中國人做MLA 即是加拿大的省議員 特別是BC省叫MLA 那他們就會動員了他們 社區裡面可動員的力量 甚至還有一些盲目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相信 什麼華人 就選回華人的參選人 這些廢話來的 不是選族裔 是選一個為加拿大公職服務的人 是為加拿大的利益服務 特別是為省的利益服務 是不是華人 不是重要 千萬不要跌入華人 當然選回華人 這些完全是中足其事 說真的 任何的華人候選人 那些人是殘體制的 我都不會給你一張票 要杜絕你的中國人 進入我們的議會 今天要看看這個簡體制人 是不是真的反共 如果他反共 你也不要抹殺 要對他上去 當然有沒有這麼多這些簡體制人 你也說 老總 我再和你賭吧 你加上一杯珍珠奶茶 你喝過小 我都給你喝 哇 那不是很豐盛人生 一陣就越南粉 喝過小 吃過小 一陣珍珠奶茶 吃過小 這樣就很容易 到時會 很多都是珍珠奶 整胃都給你 越南粉 你很照顧我 當然 我是很懵惰的 你很多人都看不到這個問題出來 是 其實 就算我們來到加拿大 對於這些暴政 對於這些獨裁的國家 我們仍然是漢籌不兩立 要不然我們不可以正確 你為什麼去加拿大生活 正確就是割蓄 就是和他 制不兩立 如果我們 又認同他 又認可他 在香港 甚至回大陸都可以 所以 你去到哪裏 你一定要言行 又要符合 你既然已經擺脫了這些暴政 沒理由在這裏再支持一些 在暴政推出來 或者甚至想在這裏推廣暴政的候選人 這些 完全不是種族問題 大家之前不要說 看到大陸人走那麼多標 不是種族問題 這個是一個政治 我們叫政治的一個切割 我們不要和他們 不要他們引進來加拿大 最慘的 就是很難 不是變成種族的問題 因為那些滲透的殘體人 來到這裏 大部分都是在 效忠五星期的恐怖 而加拿大人和加拿大政府 是看不到這件事 才是最麻煩的 看到都做不到事情 是啊 你不能夠外國看不到 但是因為加拿大現在沒有一個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就是有效執法 但是加拿大也沒有一個 反外國干預的法例 就像澳洲那樣 所以就被大陸人 被大陸共產黨在這裏 如而得水 自由飛翔 到處試選 省選 聯邦 還有我們的傳媒 我們的社區 現在根本就是 特別是BC省 特別是聯邦 變成了中國的附屬地 沒錯 是很心痛惡絕的 這麼好的地方 讓地球癌細胞入侵 所以保家衛國 你的選票 是很重要的 各位老友 閉上眼了 不是見到中國人 可以想想 要看真點 是什麼人 我都不想 我不是查 全部都沒有 不要再找這種人 來入侵 這是活該的 這就是對中國華裔的人 是活該的 因為你們 正正經經的 你們不會去參選 給這些人 你想想 他來到加拿大 可能六七年 或者剛剛拿了這個 護照 他們就去參選 你們在加拿大 這麼久 你們都不參選 那又沒有強迫參選 什麼 你看看印度蕊 是不是 印度蕊 這個就跟我們 在香港以前 一直的教育 不要 遠離政治 不要搞政治 我黑材料多 如果不是 我都會參選 我一直都鼓勵你 你必然有 我黑材料一說 我就和你安排的 當名叫 鱷魚黨 不用 你先發誓師 你先說我發誓師 鱷魚黨 抽完言論出來 我沒有人走 所以選不了 全世界第一個黨 用動物 用這種鱷魚做名 你一定行 好笑 我們來到這裡 時間差不多 下次節目再談 記得按個讚 CLS 下次節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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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